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的2月2号星期二 贾平凹非常的有名 曾经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作家 那个时候我们小时候贾平凹的废都 简直洛阳只贵一书难求 我记得我父母也搞了一本贾平凹的废都 在那看 然后偷偷看 不让我看 这整个的激起了我的好奇欲 然后经常他们看完这 他们把那书藏起来 你知道吗 不让我看 然后我就一定趁他们俩不在的时候 去把这本书翻着 满屋翻 之后终于被我翻着了 翻着我也偷偷看了废都 然后看了之后很失望 关键部位贾平凹经常说 此处省略一万两千 贾平凹在做的事 当然了 这个本身也是开玩笑 但是贾平凹真的当时 我记得他的书里边 他里边好像说一个老头说 给我留下特别深的印象 就是说你行你就行 不行也行 说你不行你就不行 行也不行 当时觉得说的太有道理了 真的 那就是时下的中国 真的一语道扩中国的各种的这种上下的法 而且是各个行业 你说就帮中国就是选这个女主角 对不对 不也就是吗 说你行你就行 不行也行 说你不行你就不行 行也不行 对不对 你就选女主角 中央军委任命什么上将 徐庆平任命上将 对吧 这往上了是这个 你下面就是说 就连一些小的 你像我们当时的小的事业单位 选过做卫生的 不也是馆长说了算吗 对不对 不也都是他们说吗 对吧 所以呢 就是这么一个 就这么一个情况 当时我们觉得贾平凹真的是把中国的这种事态炎良 这种官场的这些现实都写出来了 非常的具有讽刺意味的作家 对不对 结果没想到贾平凹也有今天 最后贾平凹 原来我们原先以为他说这些 是让我们这些人能够了解中国的事态炎良的 结果没想到这原来是他对他女儿深情的告白 他才对他女儿说 我说你行你就行 不行 你也行 贾平凹现在是中国作家协会的副主席 他女儿贾浅浅浅 浅就是深浅的浅 贾浅浅 是西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贾平凹文学馆常务副馆长 陕西省青年文学协会的副主席 贾平凹看了女儿的诗歌 你知道吗 非常非常的赞赏 贾平凹赞赞赏女儿贾浅浅的写作才华 他说贾浅浅的诗在各种杂志上不断的发表 偶然的时候我也读到了 让我也很惊讶 他怎么有那么多的奇思和妙想 那些语言是他们年龄的人的语言 是这个时代的语言 他代表了这个时代 他的女儿深懂 就是说他女儿所代表的这个时代 说他女儿好像40了比我大一点 说是这个时代的女儿 他说我是远远的我撵不上我女儿了 女儿太强了比我厉害 我到生出几多的感叹和羡慕 非常羡慕他女儿的诗歌的写作的才华 那女儿最近这个诗歌非常有名 在中国说很多人的喜爱 我读后也是不尽的 我就是煽然泪下 我这样 我给你 咱们不说好坏 好不好 我不做任何的评价 因为诗歌这种东西 人有见人 智者见智 文无第一 无第二 打架 比赛 你像他们UFC比 对不对 那就只有一个冠军 要么你输了 要么你赢了 对不对 那么诗歌你没办法 有人喜欢 有人不喜欢 我喜欢李白 有人不喜欢李白 对不对 你看杜甫 我就觉得好像没有李白 那么的有这种豪气 是不是 有人就喜欢 所以这个我觉得都好 人有见人智 至于甲浅浅 他的诗 现在很多人也非常喜欢 很多网友都发明了浅浅文体 浅浅体的诗歌 好不好 我给你念两首 甲浅浅的诗歌 你自己去评论 好不好 你自己去判断 但是我觉得诗歌 这个东西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子 写的好不好 也在意你读 你读的好不好 能不能饱含感情 好不好 所以为了让观众 就是说不要认为 好像我再诚心的 就是说拿它找段 对不对 我要饱含感情 用上帝赴我的演讲朗诵的天赋 给你们来 满怀感情的给你们来朗诵 夹签签的两首诗 第一首诗 名字叫 那年 那月 那书 年呢 是年岁的年 月呢 是月份的月 书呢 是书本的书 好吧 那年 那月 那书 他突然清醒嗓子 对我说 嗨 我叫迈克 是来西安的留学生 你看的什么书 废都 我达到 并且努力把窝着的书脚斩了斩 废都 那是什么意思呢 那个老外 怂怂肩 我我我尽力了吧 对不对 我我已经尽力了 对不对 我读的 我觉得算是很有感情了吧 好不好 这是那年 那月呢 那书 好吧 然后呢 再来一个啊 贾浅浅的诗歌 叫朗朗 朗朗就是弹琴的那两个字 但好像应该不是朗朗那个人啊 但是他也叫朗朗 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他叫朗朗 好吧 朗朗 晴庆喊 妹妹在我的床上拉屎呢 等我们跑去 朗朗已经镇定自若的 手捏一块屎 从床上下来了 那样子 像一个归来的王 我尽力了吧 我已经尽力了 对不对 你没听错 就是拉屎 他呢 手捏着一块屎呢 从床上下来了 然后呢 贾浅浅 看到狼 这个情人眼里 可能出西施啊 讲讲 从床上捏着一块屎 蹦下来 贾浅浅 看到之后呢 说那样子 像一个归来的王 王子归来啊 这就是呢 贾浅浅的这个诗歌 好吧 那他呢 网上还有很多 还有一些呢 我觉得 底线有点太低了 当然了 你觉得怎么这种诗也能念 还拉屎 捡了一块屎 我跟你说 这不是底线最低的 他还有底线更低的 好不好 那个呢 低道的呢 我节目都不太好念 我的节目也是有底线的 贾浅浅同志 触摸到我节目的底线了 知道吧 太厉害了 那么呢 这个网友呢 用这个浅浅体 用浅浅文体呢 这个呢 写了一首诗 我觉得呢 挺好 因为我呢 不想对这贾浅浅呢 去做任何的这个评述 或者是评论 因为我觉得这种 还是那句话 文无第一 无第二 我说人家好坏 没什么意思 好不好 我给你读读呢 网友用这个浅浅体 写的诗 好不好 我也是要满怀感情了 诗是塔尖上的明珠 攀爬到最后才能去触摸 有人不想攀爬 坐着直达电梯上去 走的时候 还留下了一地的屎尿 这是网友呢 用浅浅体呢 写的一首诗 好吧 那反正你们也看到了 我已经尽量了 用我的这个丰富的演讲技巧 给你们满腹感情的 讲了呢 这三首诗 好吧 那我只能说吧 我只能说啊 贾平敖同志 对贾浅浅 这深情的告白 就是呢 我说你行 你就行 你不行 你也行 有一个字幕 你没用 你不听什么 都没用